李明山丢丢妹今年3月宣布离婚 转战台中开公司劳定酒劳咖 离婚后她曾表示自己有点算是人才两师 近日她在台中公司受访进一步说明 丢丢妹在年仅25岁时 就在中和花6000万买了位于25楼的100坪豪宅 其实同社区除了25楼这间 还有一间位在低楼层5楼的物件是一样大小 二间加起来房贷一个月要30几万 加上家人的生活费一个月就破40万 因此她表示真的压力太大了 想要卖掉低楼层物件求生 否则真的烧很多钱 本来低楼层的房子租给姐姐 只意思意思收租1万 但如今姐姐也没租了 她透露高楼层那间本来放了好多精品包 还有很贵的家电 但离婚后过一阵子 她开门走进去 发现东西少了好多 坦言当下有点傻眼 但仔细想一想也就不计较了 现在里面大部分是剩下蜡笔小心的玩偶 衣柜 烤箱那些钉在墙壁 没办法拿走 而她也马上把门锁的密码给改掉 虽然丢丢妹说她不是很爱名牌包 但其实她有爱马士伯金包 凯利包 都在台湾专柜购入 没有配很大量的货 纯粹是与贵姐交情好 她强调这两个包包都还在 只要有这两个她就心安了 其他被拿走无所谓 不过这阵子她离婚提到财产分配的事 据说也接到对造律师关切 为此她变得十分低调 新公司来到台中发展 丢丢妹目前租屋 主要也是卡在两间房贷沉重 人事费一个月就要500万 所以实在也无法再拿出更多头奇款 也怕流失观众 毕竟消失了半年 她说曾经一度压力大到鬼剃头 就在头顶的位置少了些头发 加紧保养 否则恐会继续凸下去 失去非常多的头发 变成凸一大块 拜拜